第一題 第一題到第四題是題主 根據實驗結果回答一到四題 四杯水未知透明水溶液如土所示 分別是鹽酸、氫氧化鈉水溶液、食鹽水、葡萄糖水溶液 但是順序不得而知 導電測試後發現 A、C珠三杯會導電 而B杯不導電 經由思維世子測試後發現 A能夠使藍色思維世子變成紅色 B珠紅色與藍色思維世子皆無法變色 C能夠使紅色思維世子變成藍色 第一題是問我們說 經由實驗判斷 哪一杯是葡萄糖水溶液 我們知道鹽酸、氫氧化鈉水溶液、食鹽水 跟葡萄糖水溶液當中 只有葡萄糖水溶液是不導電的 而我們的B杯不導電 所以B杯就是葡萄糖水溶液 因此第一題問我們說 哪一杯是葡萄糖水溶液 我們答案選擇是B